他唱這首歌 也是 這裏不是他寫的 20年前我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他是一部電影的主題曲 然後呢 也是聽到主張人之一首曲 聽到他在講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唱歌 他剛剛就是出示美國的婚姻 大概兩年前 三年前我在旅客上看到 他有在舞台上唱這首歌 然後他唱完 唱一半以後 他18歲的人在上台跟他唱 哇 我累過你 我就覺得說那種 一首好的歌曲 他唱給他的音樂體 那18年之後他的孩子 可以在舞台上跟他唱首一樣的歌 那是一個非常感動的這種感受 這首歌叫《路上三月二》 我要帶你到處去飛翔 我要帶你到處去飛翔 好美歌 看你到處去飛翔 那一首歌叫《路上三月二》 沒有出了愛的歌 虽然没有花香 没叶长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从天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是心中开朗 忘掉东夫忘掉那遥远地方 我们一起骑车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香 没叶长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的那遥远地方 好 那是你